张雨琪主动右手冷王宝强引发争议,都是离婚之人却丝毫不避嫌。 不久前,张雨琪的离婚是娱乐圈的一件大事。 她因张雨琪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的清白而在网上受到赞赏。 目前,娱乐圈基本上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明星,像张雨琪这样敢书敢做的人太少了。 因此,尽管张雨琪在第一次家庭暴力后与前夫离婚,但她没有在网上骂张雨琪。 相反,他们称赞她,并为许多经历相似的母亲树立了榜样。 女人不能委屈自己。 张雨琪是一个对生活漫不经心但决心冷静的女人,作为一个明星女孩。 即使是长江七号中的花瓶形状也足够漂亮,足以让人心跳。 她在《女人并不坏》中的风情和性感足以让她眼前一亮。 作为中国一线明星,张雨琪拥有公认的气质和实力。 她迅速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她的风险精神,努力工作和杰出的人才。 她被认为是张雨琪最性感的冷言表演,因为她在白鹿园中出演了田小鹅的角色。 她的表演在同龄女演员中也很出色,类似林青霞。 然而,张雨琪似乎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。 她在综艺节目中,看起来仍然很开心,她根本没有看到一个刚离婚的女人。 所以她不得不说,她真的有一颗很大的心。 张雨琪也被称为新时期妇女的代表。 此前,该妇女遭受家庭暴力。 这一次,这个男人遭受了家庭暴力,这却实是传奇。 不得不说,张雨琪也因为这样的角色而受到观众的喜爱。 就在最近,张雨琪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制。 除了她的惊喜,客人还包括王宝强、吴璇毅、田亮等人。 许读网友可能从嘉宾阵容中感觉到,该节目的亮点,应该是张雨琪和王宝强。 因为他们两人有相似的故事。 太久中的王宝强,可以说是一个草根潮流引领者。 不仅有发型、新鲜衣服和对比色的感觉。 还拥有一个可以随时上传自己微博的自拍神器。 一个具有强烈时尚感的刺务包,足够引人注目。 虽然是二,但这种非常流行的剪刀随处可见。 这位时髦的新人应该是从油饼的销售商。 他必须代表新一代新鲜敏感的基层潮流引领者。 他们可能没有多少钱,可能不帅。 但有着大胆鲜明的个性和风格。 因为毕竟,他们俩都有相似的婚姻经历。 每个人都想看看他们会抹去什么火花。 果然,两个人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。 很快就让每个人都笑了。 因为这个项目要求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宇航服。 所以所有的客人都应该亲自测量他们的身高。 轮到王宝强的时候,他只有165厘米。 王宝强当场反驳道,不,我170厘米,这台机器一定有问题。 话音刚落,观众就笑了。 当选择太空服时,王宝强仍然相信自己,有170厘米的身高, 并想穿一套大型太空服。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王宝强,我没想到张宇强会直接抓住王宝强的肩膀,并命令王宝强穿上一套小宇航服。 看起来王宝强在张宇强的前面,光有光环是不够的。 许多人认为张宇强肯定对王宝强感兴趣,否则他怎么会如此活跃? 毕竟,王宝强和张宇强,现在已经离婚并诞生,他们都没有正式结婚,如果他们能聚在一起,这似乎是件好事。 当然,不管张宇强对王宝强有什么想法,还是他女人性格的结果,这一定是不同的人的意见。 但是在经历了王安全和袁白远,这样不可靠的男人之后,诚实的王宝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因此,除了综艺节目的好看内容之外,客人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,仅仅是王宝强和张宇强之间的简单互动,就能在互联网上引发如此巨大的讨论热潮。 这两位明星的受欢迎程度真的不寻常,不是吗?